我竟然胸前被电充的两个大流 等等 这好像不是流 还挺大 哪儿去了 我把夏 爱丁翔 你缓我身体 缓我身体 里面有大部分的桥段 都是男女互换身份 你别碰我身体 那你把她打走 你别再闹了 走 99%的时间 我都是在演一个男女 一 二 再 四 好 再 四 我呀 不做不起我看吗 你把我看 换身体的东西 你说技巧 其实它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是因为 现实生活里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个你只能靠信念感 反正我就告诉自己 我就是女的 你举手投足 连说话包括眼神 包括小细微的动作 你都要是一个女人的心态 和处事方式去处理 解释吧 我不打了 我不打了 你要去演她的时候 她很细小的一些动作 你都要抓住 犯的是什么玩意 太难受了 我出我自己 你还不乐意了 啊啊啊啊 我觉得可以颠覆所有观众系统中 玛丽叶男人的形象的 因为他们认为玛丽叶男人都是 只是停留在那儿 其实这次玛丽叶让我挺惊讶 因为她也是打胡子里 在塑造一个男人 想不到办法 别人翻我 我们在当初唯独剧本 当我接到这个小喜角色的通知的时候 我就开始每天在看她 就是她吃饭啊走路啊 她的状态 她说话的样子啊 包括她的一些习惯动作呀 我都慢慢的都融入到我自己的身体 怎么能让观众印象深刻 这个人一出来什么样 我一出来什么样 然后画完之后 我一说一张嘴图 为什么 我特别还想知道为什么 其实我整个都在演你 你在演我 对 你把你抖腿在家里面 多一些皮 再放一点 再皮一点 我现在呢 可以吃人皮 别人碰你身体 按马脚的状态啊 那你把它拿走 那你把它拿走 就是爷哭也有委屈 那你把它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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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女生其实看到海绘 也就是有些那种 对啊 或者要么就是那种 好了 蛋白 快 啊 嚇嚇嚇 嚇嚇嚇 嚇嚇 我吃你了